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首先要跟大家致歉一下 我们这个上课时间又做了一下调整 那可能这个美西的同修 他们要现场参与 可能时间就太早了 那只要有到我们这个班的群里 我们之后录像都会提供给他们 那大家在我们修学的内容 以师长1994年 《无量寿经》讲记 我们共同来研讨 所以假如不能现场的同修们 有任何事后听完的疑惑 都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探讨 或者他们有宝贵的心得 我们也欢迎他们可以供养 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 那我们这几节课下来 尤其我们讲到 德尊普贤第二 已经好几节课都是在讲这一品的内容 而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说到 身则决定身 去则食不去 这一句 身则决定身 这个我们要去体会 为什么决定可以往生 因为还没有到极乐世界 这个频道已经接上了 我们讲到频道 这个看电视就很有经验了 这台湾的频道太多了 一百个 请问这一百个频道在哪里 当下都在 但是你接通哪一个 所以实法界 一正庄严 同时存在 可是我们的心跟哪个法界相应 那个法界就现前了 所以师长老人家在讲经的时候 有说到 有人中的佛 有人中的菩萨 实法界一正庄严呢 在一个法界里面 就有十个法界 就有十个法界 还有人中的畜生 恶鬼 地狱 会观察的人 观察谁 观察自己 观察他人 当然观察他人的目的 不是去见人家过 是了解他的情况 进一步怎么去帮助他 你不了解他的情况 会不会越帮越忙 所以礼记学记里面有说 知其心 然后可以救其失 他心是什么状态 他偏颇在哪 我们都很清楚 才能寻寻善诱 顺势而为 去引导他 他偏在哪 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 那怎么去护念他 就像我们自己当父母的 孩子在想什么 我们知不知道 那假如我们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们每天给他的教导 骑他的鸡吗 就像我们上一节课 才讨论到的 大众生相 你不了解他在想什么 你怎么跟他讲契机的话呢 我们这样研讨下来 真的感觉佛经与生 当性佛经与生 我们这个研讨 无量寿经的这些教诲 经剧 真的不是 像看连续剧 一集赶一集 不是看小说 一直追 追到最后看完了 啥也不记得 学一句 就有一句的受用 而且这个受用 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我们观察老人家讲经 无量寿经 本来就像 九四年这一次 二十九集 把无量寿经讲一遍 那我们观察 九四年 讲了二十九集 到了二十多年之后呢 二十四年 二十年之后 讲多少集 六百集 一千两百个小时 成都有跟大家 沟通一个重点 我们学佛 第一个 要听懂佛在说什么 愿解如来 真实义 听错了 我们就会做错了 修错了 还要看懂佛在做什么 因为本师 释迦摩尼佛 根本的老师 以他为标准 他老人家是 三一一波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到我们现在末法了 我们买的已知 要高级一点 人家看了之后 就不轻视我们 就会觉得 我们很有钱 很尊重我们 这种说法 跟佛的表法不一样 他都会有一套道理 让你觉得 好像有点道理 还是要依佛 所说 所做 为标准 不然 一代人 加一点 加到最后 就不是原味了 甚至面目全非 我们现在佛们 很多乱象 那都没有 依照佛的 所做 所说 做了 现在到末法了 邪师说法 如横和沙 而且 很可能 这个邪师 是打着佛教的名号 所以佛 在世的时候 很感叹 魔王说的 你现在法那么强 我破坏不了 等你末法 我前我的魔子魔孙 穿着你的袈裟 破你的法 佛听了流眼泪 佛是慈悲 怜悯这个魔王的愚痴 怜悯众生 善根不够 成德初学佛的时候 印象很深 老法师常常说 现在的人 听骗不听劝 认假不认真 现在感觉 跟二十多年前听不一样 二十多年前听觉得 这样吗 二十多年之后 看看自己 看看佛地址 修行的人 真的要认真 不容易啊 都是急于求成 就很容易认假 不认真 都很容易啊 随顺我们 没有学佛以前的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那就不是跟 佛的心相应 佛的心是真心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今天学佛了 假如观不到自己的分别执着 那我们自己 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还是分别执着 做主啊 还是认假 不认真 要认识自己的真心啊 不能再随顺 忘心 不能再认贼 做子了 认贼 被做父了 认自己的烦恼习记 做亲生儿子 亲生父强 那我们就与此了 所以师长 善巧 方便 提醒我们 怎么认识真心呢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的心 要跟五心相应 不跟五心相应 那就搞得认假 不认真 这是从心上 要认真 不能认假 事项上 我们功利心很讲 就会跟邪师相应 你跟我很快就能怎么样 我们的心就动 为什么 相应 急于求成 不可能 老实下功夫 还在那耍小聪明 有没有捷径可以走 我们真的要冷静下来 为什么要冷静下来 师父领静门 修行要靠个人 这一句话可不能听清 万法 因缘所生 对我们这一生的道业来讲 因是谁 是己 佛菩萨 老法师 善知识 同参道友是祝缘 自己要负责任 要扛起来 所以修行人 假如依赖心很重 要进步很难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都给我们提醒 阿难尊者 为什么不能证阿罗汉 因为他的心恋里面还有一个 我的堂哥是佛陀啊 他还有那个靠别人的心 他正不能阿罗汉果 他情感还很重 所以佛宣布要灭度了 他在那哭啊 因为他的私货还没有断境 想依靠什么 贪阿 贪求阿 佛法是内学啊 不能向外 贪求 依靠 这些要想清楚啊 人才会理智啊 不会感情用事啊 所以为什么修行靠个人 因为别人都是助缘 这个缘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都是自己决定的 老法师讲的 我拒绝放在心上 不得了 这个人都大受用啊 老法师讲的 我左耳镜右耳出 不只得不到利益 自己 很大的福报 折损掉了 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呢 能遇到老法师 这福报很大 可是假如我们 人在福中不知福 这个福就折损掉了 成德有用心去观察过 这些观察很重要 越观察 越对佛法 有更深的信心 比方说 成德观察什么 观察佛菩萨 同体大悲 真的不是假的 对任何众生 都是这样 可是这个人 为什么现在这么惨呢 冷静去看 成长过程 确实有很多住院 但是他没有珍惜 甚至于他在受苦难的时候 旁边还有很重要的住院 都要帮他 都要帮他 但是他没有接受 甚至于更严重的 他产生怨天游人 那他的业障就越来越重了 障住了 性为道源公德母 他不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 都在帮助他 他又在那怨天游人 那这个业障就越来越重了 佛菩萨加持不上了 其实就好像一个人 青少年时期 埋怨父母了 埋怨社会了 他的业障就现前了 身边有很慈悲 很有智慧的长辈 给他讲 他不听 那也没办法 他得摔个跟头了 所以就像太阳光 随时都在 可是我们撑了一只黑伞 这光进不来 说到这里 我们拉回来 到自己身上 我这段时间 有没有心情很不欢喜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低谷的时候 这个都要自己关照 所以为什么叫修行靠个人 师父领境们 说实实在在 我自己也常常告诉自己 老法师讲得很圆满 讲经六十多年 该讲的他老人家都讲了 而且他还表演得很圆满 我们读《无量寿经》 读《华严经》 不自觉的都会连到他老人家 一生的行持 心大悲 明有情 眼词便 受罚眼 为度有情 令得度 以度之则 使尘否 《无量寿经》 哪一句 你只要用心去观察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全给我们表演 纵使身子诸苦衷 如是愿行 永不退 那老人家遇的磨难 太大 那这个我们 都要会观察 那修行靠个人 因为再好的老师 他是个助缘 比方说我们遇到依赖的人 你可不可以现在找一个人 帮我把这些问题解决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佛菩萨同体大悲 你相不相信 他说相信 我说他假如能帮你解决了 那他不解决 那他就不慈悲了 对啊 他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宇宙怎么来了 从心想身 眼前这些静缘 是我们自己的心线事变 这个他帮不上忙 我们是自编自导自言 他只能帮助我们 把宇宙人生真相讲清楚 然后我们愿意听了 我们一条我们的心 哇 境界变了 一抱随着正抱转 你越依赖 你越偏 那佛菩萨 慈悲啊 你越偏了 那他干脆先消失了 不让你继续偏了 所以都不能顺着自己的意思啊 那依赖心很重了 就一直顺着 你就让谁来帮我 就能解决了 那这个我见就很强啊 你看我们真正遇到事的时候啊 要问问自己的 是不是提起来 师长老人家的教诲啊 这修行靠个人啊 提起来了就受用了 提不起来又是随顺烦恼习气了 依赖啊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啊 我依赖性也很强啊 小时候我是老妖啊 作业赶不出来了 赶快叫姐姐啦 依赖啊 但有一点好处 有一点什么善根呢 相信圣贤佛菩萨不会骗我们 因为我去思维过啊 因为我不想骗人啊 那圣贤佛菩萨更不可能骗人 我建立了这个心态了 老法师无私无我的人 不可能骗我的 那他讲的 都是真理 因为我们也观察他老人家 数而不住 我们去观察他老人家讲了一段意理 最后都是 所以说 华言经告诉我们 华言经告诉我们 唯心所现 唯事所变 都没有他自己的意思 我们观察到了 那既然他老人家 不骗我 那每一句我得把它放心上啊 我就有受用啊 因为老人家也说啊 佛法管用啊 传统话管用啊 用一句心变了 福慧都挣扎 怎么会不管用呢 福田新根啊 按照佛经去改自己的心 那福报马上提升了 按照这一句教诲 去放下习气 智慧马上提升了 智慧本有 因为按照一句去落实 烦恼就清 智慧就长 我们不说别的 老上说念念为他人着想 那这句话真的去做了 真的福慧增长啊 重点是我们要做啊 真管用 真改变命运 那尤其啊 老法师的一句法很重要 信 相信 佛菩萨安排 一切都是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其实这个信制重要 信为道源 功德母 我们假如真的相信 张家大师传给老法师这一句法 老法师又传给我们 佛菩萨安排 那代表什么 一切人事静缘 佛菩萨安排 都是老师 只有我是学生 我在这个境界当中 到底是要提醒我 我要修什么 我的内心还有哪些分别之所要放下 真相信 佛菩萨安排了 只有我是学生 相信这一句话 我们的心 就跟善财童子的表法相应 善 是善根 财 是福德 所以能保持住 看一切人都是菩萨 都是来教我的 我现在内心 要放下什么 妄想分别之所 那就 不起贪嗔 吃欲诸祥 不着色身 香味出发 都是内学 往内 但要意念 过去诸佛 所修善根 我的心形 跟一切诸佛的 身口意 三密 相不相应 常行相应 无边诸行 无量寿经在哪里 却在我们当下的每个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我们以它为标准 就像老法师说的 把无量寿经 变成人生的剧本 我当初听了真是高兴 因为我写不出剧本 文笔很差 不用写 哇高兴了 那因为老人家的善角 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剧本 我们建立这个观念 读 贤供尊修 普贤大师之德 那这是人生剧本 那当下就要开始 依照普贤行 普贤行 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 待人 接物 所以 这么去做了 就受用了 越受用 对老师越感恩 我们看到老法师 每一次提到三个老师 感恩 我受用了 过上人生最高的享受了 这老师给我的教育 那修行靠个人 我们得自己 常常自我堪厌 那刚刚跟大家 有提到 我本来是依赖心重的人 可是因为我相信这一句话 我不是安排 自己不操心 结果我去了海口 我不会煮饭 佛福尚安排 我也不能生烦恼 安住当下 佛福尚安排 自己煮 煮面 面很简单 煮了面 练什么 每天吃一样的 会不会吃了厌烦 又是一个境界 对有时误解则 练一练 那就这样 哇 感觉啊 每一段 路途都在练自己的 比较短板的地方 或者是自己的习气 练得你非放下不可 练得你非突破不可 我本来的性格 这个 佛门有讲 跟母亲的原生 转男生 跟父亲的原生 转女生 一切都有因果的 我们这一生是男生女生 都有前因的 所以往往 当然还有后天的 这些缘分的影响 不然一般来讲 女儿的性格 会比较像父亲 儿子的性格 比较像母亲 我们家就特别明显了 然后呢 我母亲 一辈子 没有发过脾气 没有跟人家讲一句硬的话 人家一凶了 他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呢 等于是 假如找我去谈判 铁定失败了 那你人生 会不会遇到要谈判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些静缘 那可能我们说到这里 那老法师都是让 干嘛谈判啊 干嘛谈判啊 那这个要注意了 你观察 要全面观察 不能观察 几个 就下结论 全部都让 那什么叫 有为有守啊 那这个成语 不就不成立了 有为有守啊 你不守住原则 这个事业 这件事就 黄了 事先讲了 黄了 那假如这个事 是大众的事呢 这个事假如 又是十方供养 支持的 你就这么轻易 给它黄了 那怎么交代啊 大师大妃面前 不得含护 这个大家都要会观察 我们看老人家 台湾 努力了三十多年 韩官长走了 按照法律来讲 是他的儿子继承 老人家为什么让 这是自家人 自家人 当然要让啊 哪有自家 在那里征 就表不了法了 到了新加坡 一下子 哇 我都去参学过 那几百个人 在念佛堂里面了 好殊胜啊 我会去参学啊 当时候 我们国内 就修养很好的 法师 去了 很有威望了 赞叹 世间第一道场 真的那时候 我们进去念佛 那都是感觉 那磁场好强哦 但是姻缘要保持啊 不容易啊 米不有粗啊 显刻有钟啊 都会有很好的开始啊 但是要有很好的结束啊 就不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心容易变 初发心 成佛有余 哦 可是得保持啊 当我们 团体 哇 很殊胜啊 赞叹 恭维都会来啊 假如是主事的人 没有八风吹不动 那这个缘就要变化了 所以不简单 不简单 古代 为什么一个道场 可以兴盛几百年 为什么 大家都要会去观察因缘 万法因缘生 这一句佛法在哪 在一切处哦 观察得清楚 观察得出来就学到了 观察不出来 你经历的事 你经历的事再多 还是不长见识 还是懵懵懂懂 经历事 要长一致啊 我们心里 有没有一些深刻的教训 后不再造了 这些啊 都得自己下功夫哦 我们同样经历一件事 每个人的受用 不一定一样 这个大家也要回去观察 我们同样遇见一件事 有人快速提升了 有人成熟了 有人信心了 受影响了 有人提升 有人墮落下去了 明明是同样一个缘 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修行靠个人 会修的人 处处是道场 不会修的人 最殊胜的缘 他也当面错过了 我们观察到了 我们观察到了 好 这个不好意思 我母亲没有经验 好 那个 就像 我们要观察 一个地方的缘 都跟一把手有关 人存正举 人亡正兮 为正在人 主要负责人的心形 跟老人家不能相应 那这老人家就 必然 佛菩萨会安排他离开 为什么 不能一起配合 弘法立身了 结果你看 老人家被谁 接走了 被人家澳洲政府 接走了 为什么澳洲政府 可以接走 心量相应 他看到老人家 他可以团结不同 种族宗教 我们澳洲 这个社会很需要 把他老人家接去 给他快速办好 政见 移民部长 给他送来 我说这个澳洲政府厉害 人家落实群疏之邀 遵贤 不只不嫉妒他 重用他 把他派去参加联合国 的会议 让老人家的思想 可以利益全世界 相应很重要 我们的心情 要跟佛菩萨的教导相应 同样的 洪护 要相应 在家里 夫妻 要相应 配合 这里都是一样 都是相通的 所以大家都要会观察 不会观察 就打迷糊仗 哎呀 因缘都不能长久的 你要变成消极 不会观察 变成消极 要会观察 因缘要胜于死 因缘 要找志同道合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当然佛菩萨也很厉害 他知道太难了 现在缘 要有一两分缘都难了 他辟善幻思 献重意象 他随缘妙用 利用一个缘 大家都成长 哪怕这个缘 不能保持了 下一个缘出现了 因为大家都成长了 再一起到 另外一个缘 让它更殊胜 因为末法时期 不简单 不简单 但是更重要的 我们每一个人 要在境界当中 不断提升 而且福报 要越来越大 因为我们福报大了 可以给大家想 师长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辟天下 寒事 据欢言 师长做到了 你看我们现在全球 尽忠学会团体 谁的福报 批应的 他老人家 一个人可以修到 这么大福报 他老人家表演 那我们看到了 接下来 我也能做到 假如他老人家这么表演 我们下一个念头 哎呀 老上不是普通人 他能做到 我们做不到 哇 老师白表演 所以为什么师长要说 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所讲的经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他假如讲了 我们做不到 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 跟我们讲完了 对不起 你做不到 不只所讲的 还有所做的 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是应我们的机 既然是应我们的机 会不会所说所做 是我们做不到的呢 不是做不到 是我们的念头 有了预设立场 孔子 那绝对 在佛经里 启示戒经 已经把他老人家的本机 告诉我们 同儒菩萨 那是释迦牟尼佛派来的 释迦牟尼佛说 我浅恶菩萨 于震荡方向 印度的震荡 就是神舟大的地 一位是家寿菩萨 就是老子 那大家注意哦 跟着孔子 一起来配合的 有几个人 我们最熟悉的 七十二贤 你看篮球 那都是给我们表演的 他跟孔子说 非不悦 只知道 力不足也 老师 我不是不爱要你的法 你的道 我能力不够 孔子说 力不足 是走到一半 没力气的 叫力不足 你都还没走 经乳化 化地之线 我们这个化地之线的念头 不放下 我们听每一句法 打三折 打五折 打到最后 都不是跟三只吃血了 那我们看 老人家 每一个让 每一个离开 他都有他依循的 惊叫 可是老人家也有 当仁不让的时候 这个我是有亲身知道的 06年 参加 联合国 的会议 当时候要把 如江实验的成果 还有在新加坡团结宗教的经验 供养给192个国家 当时候提到 让九大宗教代表 上台祈祷 结果 联合国不同意 那老人家派了两个代表 去谈判 结果老人家 知道了这个情况 告诉 联合国 你们搞和平 是假的 我退出 市长有没有都一直让步啊 可不能学相 啥时候该退 啥时候该静 活学 活用 该坚持的原则不坚持 这个市就黄了 老人家坚持住了 我可不跟你们搞假的啊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老人家 这个态度 联合国 马上害怕了 让步了 这个事情 很殊胜 本来说好像说上去 十几分钟 后来祈祷了半 超过半个小时 结果呢 人家那个联合国的 那个负责的进来 一看很高兴 还在那一直 一直 拍手 都是什么 底下的人在那里 揣测上意 然后在那里 很可能人家那个一把手 并没有反对啊 所以我们学啊 都要活学活用啊 不能学到相上啊 每一件事的因缘 都是不同的 不是乱套的啊 我今天背一个公式 套在这边 会套错的 都要用心去学 为什么老法师说 要长期跟随老师 跟随李扁兰老师啊 以前不懂的事 懂了 学李老 怎么看事 怎么入目三分 怎么人情事理 怎么应对 进退 这个不是说 讲一堂课就全学会了 这个 不是寄问的东西啊 所以在历史当中 汉朝 有一位宰相 叫丙吉 他曾经救过汉宣帝 这么大的功劳 一字不提啊 这真正有涵养 不炫几场啊 大家注意啊 动不动就标榜自己的 修行啊 根基还不够的 你不要太一标榜 你就哇 特别推崇他 然后重用他 最后出事情了 你别怪他 是我们自己不会看人 用错人呢 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知人善认 是每一个领导者 最重要的 一个权力 权力是来利益众生的 权力是来把事办成就的 那这个丙吉 有一天 他宰相出来了 看到人家 在窦窝 可能都有生命危险了 他没有去过问 后来走着走着呢 看到一条牛 躺在那里 好像很痛苦 他赶紧过去看 后来 因为调皮啊 被主人追啊 追到上气不接下气啊 好 看了没问题 走了 旁边 的干部啊 忍不住了 说宰相啊 人家孔子是问人 不问马 因为孔子有一天回到家 他们家马就着火了 孔子第一句话 伤人夫 不问马 为什么 这些是身外之物啊 孔子没放心上 人命关天啊 赶快先问 有没有人受伤啊 所以这个丙吉 旁边的干部就说了 人家孔子是问人 不问马 丞相啊 你怎么问牛 不问人啊 对他产生误会了 这里有一个好处啊 他旁边的人误会 还会问他 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误会了也不问 老人家一生呢 尽力培养学生 真的能跟在他身边 不离开的 也不算太多 看着看着就顺自己意识了 就觉得老人家错了 走了 老人家在修忍路 他觉得是软弱 他相信自己看法 就走了 真的是啊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跟随善知识 遇到善知识的人 绝大部分当面错过 看不懂 所以陈德出学府的时候 听到老人家讲 我一个学生都没有 我当时挺震撼的 说实在的 现在想想 这句话也不 不过分 为什么 现在要找一个孝子都难 不是孝子 不可能是好学生 师道 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我们的自私自利不能放下 我们要真正成为一个孝子 不大可能 想自己多了 体恤父母的就少了 我们看古人 孝子心中只有父母 他有这一份心 他遇到他信任的老师 他父母服务应务缘 老师服务应务缘 他百分之百相信 百分之百去落实 他得利益了 就像老法师 遇到李老师 给他开三个条件 他马上就接受了 过了几个月 跟老师说 哇 很有受用 还跟老师说 我在家五年 大家想一想 这个李秉仁老师 听到 师长说 在家五年 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如此可骄也 欢喜 哎呀 能遇到一个传法的学生 高兴 你看当时候老人家要出家 李秉仁老师 把师长送到火车站 流眼泪 找到一个真的能传法 真的肯听话的人 真的不简单 你看师长很重情义 看着老人家流泪 内心暗暗 发誓 发愿 我一定再回来 跟满老师十年 大家注意 不止跟满十年 出来红法立身 比方说到美国红法 加拿大红法 每一次要出去 要跟老师汇报 每一次回来 也跟老师汇报 为什么 老师清楚我的情况 他才好指导我 师父这些话 都很重要 我们有同餐道友 大家一起切磋 我们真实的情况 拿出来 大家切磋了 我们才能受用 我们都 闷唬 人家也不知道 我们什么情况 那怎么互念 所以修行还是要改性格 大家有没有听过 哪一尊菩萨有性格 没听过 没听过吧 所以跟大家 提到 这个学不能学到向上 所以这个秉级的干部 提出来了 这个学不能学到向上 成像 你怎么问牛不问人 接着告诉他 因为成像心理的考虑 旁边的人不一定看得懂 你又不提出来就变成误会了 本来可以学到东西 结果变成误会 那不是 那不是很惯惜吗 就分析给他听了 我看到有斗欧 我已经判断 当地政府已经到现场了 换做我们现在呢 比方说现在这个村 这个镇有一件什么事 然后总理亲自出马 哇 你看会怎么样 会不会太震荡了 当地 当地的官员 会不会压力很大 好几个层级 压力都很大 他已经判断了 当地政府已经出面在处理了 他也不愿意增加人家的负担 增加这些底下干部的负担 所以他没有去介入 那为什么去问牛呢 因为假如这个牛是生病了 是牛温 那个传得很快 老百姓吃不上饭 所以赶紧先搞清楚 就像我们 政府处理 一直到是疫情 整个武汉封城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 这一封城 一天损失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为政府者 你要下对决策 你考虑眼前的利益 可能你损失的 就是长久的利益 那大家看 这个疫情控制越好的地方 他当地的整个经济就稳定了 不说别的 疫情控制不好 他那个地方的医疗系统都快瘫痪了 每天要损失多少钱 所以真正越高层的领导者 他考虑事情要深要远 他不能只考虑眼前 所以不能看一百年 不能做宰相 结果现在麻烦了 民主制度 一任多少年 四年 请问他会考虑多远 那下一代必须承受后果的 他考不考虑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 短短几十年 这个地球被我们搞到 好多地方不能住人 好多野生动物都濒临绝种 这都是转世净利 见利妄议造成的结果 所以大家要冷静 会观察 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孙中山先生 在三民主义里面已经讲了 我们唯一跟西方学的就是机器 它的科技能力 其他他们的政治学术 种种都要跟中国学 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 三民主义我是全班最高的 我读得很高兴 为什么 那是一种思想 那是一种信仰 那有力量的 我读其他的书都是使记用背 考试用 我已经 那个模式 我已经疲乏 我不想再干这种事了 所以我三民主义考的 全班最高 但其他科目就不好了 所以后来大学 考的不是很理想 现在想一想 也是佛菩萨安排 不然我考的太理想 就到台北去了 依我的功夫 铁定沉默在台北的花花世界里面 我现在就不能跟你们一起交流 无量受极了 塞翁司马 焉知非福 其实说实在的 念佛人 你一听念佛就高兴的 以臣供养诸如来 若诸来是乃至正法灭时 当有众生 直众得本 以臣供养无量诸佛 有比如来 加微利固 仁德如是广大法门 那这一句话你要再延伸 有比如来 加微利固 不只是仁德如是广大法门 我们自己去回想 我们这几十年走过来 有没有一些关键点 我们刚好 悬崖勒马 拉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是有 那个都有 佛菩萨在加持自己 所以真正体会到这些真相 感恩 要报恩 释迦摩尼佛 生生世世 随足于我 又有很多佛菩萨 跟着他老人家 来度我们 我们不能再糟蹋 他们的苦心 人念恩的心一起来 那个心就是菩提心 他就很有动力 他就愿意勇猛精进 那刚刚 跟大家提到 十法界一称庄严 在人里面就有十个法界 观察自己 观察他人 我现在自己在哪个法界 师长说的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老人家进一步开世了 十法界都有影业 贪心 恶鬼道 称恨心地狱道 愚痴出身道 我们常常说 不要以人生 行畜生的事情 人一不守礼 礼是道德的底线 一不守礼 那人做出来的行为 那就很可能 连禽兽都不如了 你看我们虎毒不食指 可是你看现在那么多 年轻人去堕胎 他没有伦理道德了 那不是人中出身的行为了吗 而且我们冷静看 现在因为人不学不知道不知意 人中的三恶道的比例很高 我们修行的人有前后眼 能看到他未来是什么 结果 你不只不会跟他生气 你还会怜悯他 他现在那个行为 必然要受鼓抱 你不只不会跟他生气 所以 闽人之凶 容忍之过 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他不只 以前的成长可怜 他以后的去处 也很可怜 怎么办 我不能见死不救 我要见义勇为 我要为人演说 他不笑 我演笑给他看 他不剃 他不忠 他不信 我演剃忠性给他看 他没有廉耻 我演给他看 为什么 人之初 性本善 你真演出来了 触动他的善根 可能就是他转变的真上缘 所以我们这么一转念 不只不会见人家的过 变成一种使命了 转念很重要 一转 烦恼就变菩提了 危机就变转机了 冤青 就变成法律了 冤青在主 变成法眷属 所以司长常常说 你会吗 就会不会转念 会转念 人人是好人 抱歉 事事是好事 所以刚刚问大家 最近我们有没有觉得 心口闷闷的 情绪比较低落 那这个时候就要问自己 明明就是个念头 那为什么 我能够让他持续呢 那就是还没有一句 实时 一句老人家的教诲 实时放在心上 假如有 那一提起来 正念现前 邪念就污染不上了 这个是自我堪厌 奇怪了 为什么这一句都入不了我的心 因为我的我见很强 遇到事的都是自己的想法 看法 做主 不是老人家的惊教 做主 再来还有什么 这个叫见过 都是自己看法 我觉得怎样怎样 我觉得没用 这个我一定 提不起来了 我一定得让我 伤心五天 你那五天假如无常到了 你不是投胎去了 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上 马上就转念了 我下一刻就有可能死了 还有什么好 计较的 看不开的 所以应主这个也是妙法 所以佛门 修行 首先要 对峙见识烦恼 要放下自己的 坚固的想法看法 放下自己的情绪 感受 那个情绪感受一起来 真的佛菩萨的教会 十万八千里去了 一句也想不到 不能迁于感情 不能基于意气 不能计较人我 不要跟人对立 不要粘固得失 好 所以一开始 跟大家提到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 都在学习 德尊普贤第二 我们学的每一句都是普贤贤 而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 深则决定深 为什么决定深 因为平到街上去了 早就已经在那里了 就好像连次大师 他要往生的时候说 我已经见到极乐世界几次了 他平到街上了 他决定深了 他是往生才见到极乐世界吗 因为他的心念是平等心 平等心是佛法界 他的行是普贤行 他去则拾不去 因为极乐世界就是他自性变现的 他的心到了 极乐世界现了 所以没有去 因为是自己变的 那我们 几节课都在探讨 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那 修行靠个人 我们的自己堪厌 我现在念头一起来 我有没有考虑 我这个念头跟普贤实愿相不相应 我现在一言一行 跟普贤实愿相不相应 这个态度很重要 我们一起探导了好几节课 假如我们还没有提起这样的观照 那这个学习的状态 学习的惯性不对 那不是解形相应了 那是知识性的学习 解形相应才能提升境界 不解形相应 学了刘碧会出来 不立行 但学文 只是听经 没有立行 涨浮华 我们佛弟子 涨浮华的 可能超过一半 我们常常见人过就涨浮华 万法应原生 我们不护好自己的心念 这个是根本 因不护好我们的心念 佛法是很殊胜的真上源 可是我们不善用心 佛法帮我们的傲慢提升 那不是佛法的问题 是我们学了 没有关照到心念 还傲慢起来了 以前没有懂那么多道理 还没那么多傲慢 现在懂这些道理了 更傲慢了 所以佛法是什么 是让我们放下 贪嗔吃慢 不是贪嗔吃慢 换对象 不是贪佛法 不是因为遇到佛法 我懂你不懂 慢心起来了 对家里的人变指指点点 那就学偏了 所以我们现在学 不能走马看花 不能葫芦存枣 学一句得问问自己 学透了没有 学明白了没有 用上没有 用上没有 光是个学明白 就不能敢联系俱友 我们看看师长老人家 二十多年前 二十九级 二十多年后六百级 我们观察到什么 我们观察到什么 观察到 二十多年后的众生 你不细讲 他听不懂 老人家没有说 我现在想多讲一点 我现在想少讲一点 没有这样 应激说法 那为什么会越讲越差 我们要观察到 我们才能体会到 体会到我们才有自己的受用 体会到我们才懂得怎么去互念 亲戚朋友 当然 陈德讲那么长一段 也不是为自己找借口说 因为这个陈德法师讲的都没进度的 现在这么一讲 那他每一次就可以没进度了 为自己开脱了 当然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这么讲 假如大家提出抗议 那我还是会尽量 这个一次讲一集 假如大家没有提出抗议 那依照陈德现在的理解 每一句不深入讲 我们很难受用 好 就好像 我们上一次 最后学到的 身灌顶阶 受菩提记 为教菩萨 做阿舍礼 常行相应 无边诸行 这六句 都是讲秘法 秘法 那是佛门的研究所 很高的 一般人没有基础 不能轻易学秘 很容易学偏调 所以一般秘中 他都要先修 基础 先修十二年 先修多久的 显教 打基础 那不是轻易 给我们灌顶了 光是灌顶 那皇帝主老居士说 有结缘灌顶 有受职灌顶 受职就是这个灌顶 给你证明 把法传给你 你以后可以传法 那是受职灌顶 你可以做金刚阿舍礼 那这种观点就不是一般 可是我们这一部经很特殊 密教显说 我们看这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一个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 一切陀罗尼再出生一切诸佛 所以这一句佛号 也是深密深咒 无上深妙禅 可是礼很深 通宗通教 才能对这个万德鸿鸣 了解透彻 可是没关系 这个法门 你只要肯念 你老实念就好了 老实词明 全设佛德 把佛果地上的功德 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功德 就变成自己的功德 所以它是当生成就的法门 就是因为这个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慧增长 临命终始 慎重献前 慈悲加油 接迎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七宝慈终 花开得见 阿弥陀佛 可是问题重点在哪 我们得老实词明 我们得老实念 我们理上都知道 哇 好好哦 不念佛 我觉得那个 哇好好啊 那就是一时激动了 那不是真的知道 它好到什么程度了 知道它好到什么程度 世间的东西啊 没味道了 世卫哪有法未浓啊 所以好像之前有跟大家比喻 极乐世界是黄金 说佛世界是什么 米田共 这个学简体制 可能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正体制 这个比喻是 一点都不夸张吧 那我们还起那个 留恋这个 说佛的念头 那不是去拿那个米田共吗 错了自己一生啊 为什么 你一碰 五一六成你一碰 马上生烦恼 这个烦恼就污染你 存净存善的心了 贤护等十六正事啊 护好自己的心啊 不怕念词 只怕绝词啊 赶紧提起阿弥陀佛 赶紧提起相应的经据 要跟哪个人对立了 马上余租众生 失落自己 你那个态度就下去了 讲着讲着火会上来了 何言爱语 劝欲测经 那个态度啊 就下去了 这个我们家老菩萨来提醒我 这个母命难尾 所以现在 请跟大家交流 或者是说大家针对之前的课程 有没有什么体会心得 要跟大家交流 好 好 你们不举手 我就没不能喝 那个包括法师要不您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那个 你是要那个稍微喝点吃点吗 然后我们可以那个 可以听哪一位分享啊 好 我们有请李沐阳 居士 老师好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为了让程德法师能够安心的去喝这个这杯母亲的爱 然后那学生就分享一个之前学生做过的一个梦吧 就是学生有一天做了一个梦 就是我的梦里 天 都是乌云 很厚很厚的乌云 然后呢 但是在这个 在那个 那片乌云 当中有一块 呃 是非常非常蓝的天 出现了一块 然后呢 在那块蓝天当中呢 有紫色的光 还有白色的光 然后 啊 学生呢 就走进了那个 好像是一间寺庙 然后屋里呢 有两个法师 我呢 就 不自觉的就 像一个法师呢 跪拜 然后呢 梦中的我 告诉我 说这个是原音法师 然后我 我醒来之后 我还想 我不认识原音法师 原音法师是谁 然后我还特意去摆布一下 然后呢 嗯 拜拜完这个法师 然后 那个原音法师就说 嗯 嗯 我给你做三归一 然后 我说 学生做过 呃 已经呃 做过三归一了 然后不不需要了 但是我醒来之后 我也不知道自己 因为我在高中时代 呃 是父母带着我去做三归一的 但是当时对三归一是一点都 一点都不清楚 然后做做做的那个过程也是 都不知道就是在念什么 就是但是得了一个归一症 然后但是我我认为自己是 做了三归一 因为之前听嗯 师父上人讲 自己在家 其实我觉得这个心念要是对的 就是也是可以的 跟佛佛在面前 就是也是 嗯 算是可以做三归一的 然后呢 啊在这个梦中呢 然后呢又进了 另一个屋子 然后原音法师呢 手里拿了一串珠子 嗯 珠子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就像是对学生出了一个考题一样 那一串珠子突然全部散掉了 然后 都落在了地上 好像我知道 我说这是老师对我的 一个考试吗 然后我说 我就说 我这个这个我可以做 就是我可以在地上 把那个把 把师的那块珠子 全部给他找出来 然后我就发现地上 全部都是珠子 各种颜色的珠子 然后我就想 嗯我最擅长找茬了 就是有一款 之前学生玩过的一种游戏 就是那种 配对吧 然后我就找着找着 然后我就梦就醒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梦 然后分享给大家 然后还有 嗯 学生想跟法师说就是 嗯 法师不要 老师说什么感进度 我觉得您说的每一句话 嗯 都是在讲无量寿静 只不过是 就是因为 嗯 我们现在就是根基比较差 需要法师您呢 来为我们打那个基础 扎根就是 像学生就没有根基 所以呢就需要您来 就是细细的讲 所以我希望法师可以一直讲下去 我也可以一直听下去 非常感恩法师 感恩大家 感恩 谢谢 这个牧羊居士 首先呢 从他的梦呢 真的是感觉 他跟佛门的缘很深 就是常常能梦到出家人 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像成德就比较少 能梦到出家人 那再来呢 这个 我们刚刚说佛菩萨同体大悲 可能透过梦境 都在点化我们 佛门呢 重实质不重行事 所以可能这个原音法师 他在提醒 你呢 重视实质的三规一 不能重视行事的三规一 所以老人家 师长特别对三规一有开示 有这个注视三宝 有自性三宝 所以这个规一 从整个形式上 规一佛法身 还要进一步再深入 规一以绝正境 绝而不迷 正而不写 静而不冉 而且张家大师教导的 三规一啊 就像车票 你一上火车了 这个车票啊 从那一刻开始 到你到达目的地啊 这个车票呢 都没有离开你 今天我们 做了行事三规了 把三规忘了 票没在身上了 一查票 对不起 你得下车了 学着学着 没有在道中啊 修学过程 行百里路半九十啊 静意退久啊 但只要把三规一 十指十十放在心上 关照自己 就是这一部经啊 清净平等觉啊 这个就是三规一了 那这个菩提道上啊 绝对可以啊 不断提升 一帆风顺 只要不离三规 原因法师啊 成就很高 啊 他是灿云法师的学生 他土匹的时候啊 那个设例子啊 好像 几百上千呢 他念佛的成就很高 啊 他有一部 啊 他有一部啊 书 啊 叫《毛棚杂记》 啊 他在官房里面精精念佛啊 他有把自己很宝贵的感悟啊 他有把自己很宝贵的感悟啊 写下来 但是我们一去观察 素额不重 他里面写什么 黄念祖老巨师说什么 李秉兰老师说什么 哦 然后 哎 格言连壁的句子啊 他还写了很多句啊 成德感觉啊 他跟洪一大师一样 都洞察到 我们现在的 弟子们啊 人情势力啊 了解有限啊 因为以前都是大家族啊 这种人情事业的锻炼很多 现在我们不是大家族 可能呢 成长过程呢 父母还比较宠爱我们 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了 现在一学佛 这些年轻事你不懂啊 但又很肯学 好 把这些精华抄给我们 所以为什么洪一大师要 用格言别路 那不就格言连壁 直接看就好了 干嘛还要别路呢 他洞察到啊 现在的人耐心没有那么多了 这本书一拿起来 哇那么厚翻都不翻了 把重点截出来 还一点点我看看吧 一看哇挺好啊 我们要从祖师所做的事啊 去体会到他的善巧 体会到他的慈悲啊 下年居老居士为什麽要编静修解药啊 也是对我们的慈悲啊 知道我们现在人生活不易啊 家庭工作责任那么重 相对修行的时间少了 把五经一论的精华 再加上禅宗秘宗 的精水全部灌在这三十二拜 十五分钟可以做完 那不是方便 善巧方便到极处了 可是我们得看得懂啊 我们得珍惜啊 好好受持啊 我们一不珍惜了 这么难得的因缘又当面错过了 所以这第一个 这个原因法师成就很高的 他还有一本教会叫 《莲词警测》 《莲词海会》啊 《莲词警测》啊 提的那些都是我们这个时候啊 修行的 我们说窍诀在哪 Key Point 关键点在哪 所以这一些 真的啊 我们仔细去观察 我们当前这些高深大德啊 真的给我们表演啊 这个 这个 无量诸佛啊 闲共互念啊 我们真发愿要求生净土 很多佛不上 很多佛不上都来忽念我们 这一句经文在哪 就在我们的当下 就在我们的当下 是我们自己会不会观察 会观察的 我们真的从祖师大德 从师长老人家的教诲 看到他的慈悲啊 我们就不愿意辜负这些祖师 辜负师长 老人家啦 那我们这一颗心啊 就是菩提心了 念师长恩啊 念本师恩 真是善巧方便了 都到梦里来 护持 护持这个牧羊居士 好 再来呢 第二 这个佛珠 就代表要念佛啊 佛珠散到地上去了 代表我们念佛的心念啊 没有连续啊 散了 好 当然啊 我是给你参考啊 可能实际情况不一定是这样 好 所以呢 一念一弥陀啊 念念相窜 即是佛啊 念佛重在 功夫啊 要连贯啊 不能常常打妄念 把它给断啊 啊 华言经呢 说的 如钻碎取火啊 我们念佛 深深唤醒自己啊 鸿鸣正张自性 结果我们念几声了 又开始打妄想 就好像这个钻木取火 啊 转两分钟啊 休息一下吧 啊 喝喝咖啡吧 啊 就凉了 再来 凉了要重新转了 那 假如 这样 没有连贯 懈怠 那 活年马月 也转不出火来了 所以黄老很慈悲哦 不要把 不要求我们把念佛当唯一 但是要把念佛当第一 要把念佛当最重要的 其实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不念佛啊 我们的定力就不够 定力一不够 你去处理家里的事 还是处理工作的事 你就很容易就被转了 一被转 就是烦恼处理 家里的事啊 不会减少 越不能减少 你越在那里无奈 但是根源是念佛念太少 念佛念多了 消自己业障 得佛菩萨加持 心眼比较定 定才能生慧 定一思维才是正思维 散乱心思维啊 都有可能是会有偏的 所以真的要把念佛当第一啊 你把他当第一了 你其他的事情 才能渐入佳境啊 才能跳出恶性循环啊 这个我们自己得想清楚啊 不然我们就会在那里说 哎呀我忙的要死啊 我没有时间念佛啊 轻重缓急啊 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但是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说 你要拿大把的时间了哦 你最起码你念佛要能 让你的心是能定的 去处理事的 那这个到底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啊 我一天念15分钟 我这一整天心都是平静的 那15分钟可以 那假如我念两个小时还是不平静 那你可能还得加一点啊 那当然啊 这个法没有定法啊 因人而异啊 可能还得处事待人接物啊 也要拿起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 去做事 去做事 那你在做事的时候啊 心上有佛 你用的是真心 所以这个念字啊 金心啊 心上真有佛 用真心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的人 他一念 一念相应 一念佛 他马上念 就感觉到佛不是要加持 身心清安 那一念 我们 一念佛 佛光就铸造了 称名即是遇光时 珍重此时莫空过 这是夏连居老居士的教委 这个念佛就很有感应 念一句真的是甘露贯顶 那你有这样的感受 越念越想念 欲罢不能一有时间就念 所以我们现在一有时间 也不会想念佛 那可能我们还是喜欢想东想西 得失牵挂的是不少 这个都要在每个境界更了解自己的状况 自我堪厌 所以黄念主老居士有进一步教导 你一天不念一万 那不算念 我这句话一讲完 有没有哪一位同修马上心口有点压力 我现在还要写论文 我现在还要口试 我现在还有很多工作 念一万 一亿 不一语 那当然他老人家是以身作者 他老人家 往生前几个月 一天十几万生 他老人家需要吗 他都入境界了 他需要吗 他慈悲 他给我们表演 为教菩萨做阿舍利 他在提醒我们 得要这么用功 不然可能烦恼都扶不住 他老人家是密宗金刚阿舍利 禅宗是虚老应证的 那个境界都很高的 他那所有的表演都是为我们 为什么老法师特别要把海行 老儿上的表法 给我们讲六个小时 我们得看懂 老人家慈悲 怕我们 连这样的大菩萨来了 我表演给我们 我们还看不懂 又当面错过了 你看贤功 工作不妨爱念 你看这个表法 对我们现在人重不重要 还有一个表法 很重要 不要靠人家诸念 你看他老人家 一知十字 要往生前自己在那里敲影镜 为什么 有时候业力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临终 亲戚 家里人的状况 到时候一把你送医院去了 可不要等到那个送医院 那险象还生 我们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自己知道 我们看美国 那时候 有一位老太太 她的孩子移民到美国去了 你看她往生 都是家里没人在的时候 阿弥陀佛 不然到时候一哭就干扰了 她呢 校服都做好了 都帮她缝制做好了 自己就做化了 阿弥陀佛接她走了 所以这个闲工 这个表法 都在提醒我们 不能依赖 把目标就定在 反正到时候有人 可以帮我诸念 见到人就 以后你要帮我诸念 你目标就定在 要人家诸念 一不小心没有诸念成功 怎么办 目标要定高远一点 这是闲工给我们的榜样 所以黄念老说的 你没有念一万 不叫念 就是提醒我们 假如你一天当中 提起佛话很少 你只有退步的份 哪有可能进步呢 不进就是退了 至于念多少声 多多亦三 因为假如成德 跟说不念一万 就不叫念了 从今天开始要念一万 刚好你念佛就是 阿 米 佛 佛 我现在叫你 每天要念一万 你傻了 我算一下 我念一句阿弥陀佛 要五秒钟 要十秒钟 我把它乘以一万 我啥事都不用干 那我 我跟你共勉一万 就造成你的烦恼 现在讲话可不容易 我不杀博人 博人因我而死 一讲 造成你的困扰 这是我最不希望的事情 但是呢 又要把 把这个理啊 跟大家讲清楚 所以当大家 突然起一个念头 这个成德法是可啰嗦了 这个时候 请大家 要理解一下 有时候我们讲 讲课啊 你讲这个角度啊 怕人家偏到另外一个角度去了 你不 不把它绕圆 很害怕有人因我而生烦恼 好 所以 这个 您这个梦 也感谢您做这个梦 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有提醒 有启发 那这个珠子是吊在地上 地也可以表伐 叫新地 所以佛号不能是善的 善在你的心地上 你要让佛号连串起来 念念相串即是佛了 所以初学的人啊 最好是拿着佛珠啊 为什么 一拿着 就提醒你了 可不能呢 打中脸充棒子 不用 中食指不中行事 没有那个提醒了 往往都忽略掉了 一缓过神来 胡思乱讲十几分钟了 好 那谢谢我们这个李居士的分享 而且 这个 他刚刚呢 也提到啊 说让陈德可以慢慢讲 人跟人交流沟通啊 要 feedback 要做回应的 不然呢 不然呢 陈德跟大家商量啊 商量完 这个我们可能要细讲 然后每一个人都瞪着我 一句话都没说 我心里就发毛了 是吧 有回应了 这个 又没有反对声音 那我就比较安心 那 这个当然 假如真的 过半数啊 还是希望 一集 一次讲一集 也没关系 四事无碍 假如大家还是要求我呢 一次要讲一集啊 那就是告诉我 我现在得练四事无碍 我每一次还是一集 但是怎么样 每一集呢 要再摳回来前面几集的重点 那这样还是可以深入 就像呢 我今天呢 跟大家交流了 两个小时了 交流什么 咸供尊修 普行大事之等 交流了 交流了 藏水佛学啊 我们要会观察佛陀啊 我们要观察师长啊 他在说什么 他在做什么 我们得会观察海贤老和尚啊 他在给我们表什么法 整部无量寿经都是普贤行的落实啊 四十八院也是普贤行在延伸开来啊 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啊 这普贤行是菩萨的顶法 我们现在直接学 而且念这一句佛号行操普贤登彼岸啊 真明白了 分秒必争啊 有时间就念了 所以夏老说的 所以夏老说的 少说一句话 不要去讲世间的闲言闲语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啊 啊 绝名妙行菩萨是说 打着念头死啊 一身接一身啊 把分别执着啊都打下去了 他不起现行呢 虚如法身活啊 我们本有的法身 本有的智慧透出来了 红民正章自性啊 深深唤醒自己 所以虚如法身活啊 那夏老改了一下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多念一句是一句啊 为什么 你多念了一句啊 就把佛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了 所以黄念祖老师用了两个字 抢救啊 你多念一身了 抢救 你就多了佛的功德了 多念一句是一句啊 多说一句就废一句了 实实在在讲啊 多说一句啊 不只废了一句话的实践经历啊 还造了轮回业啊 所以德尊这个 鸡公雷得地巴 说到了 善护口业 不基于他过啊 我们有时候一讲话 又造口业了 又抱怨人了 抱怨人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 矛盾了 那不是费一句话的时间经历 还种了山土的恶因 这个我们自己要有前后眼 每个念头每个言行就是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是轮回的种子 还是极乐世界的种子啊 这一念之间差别很大了 好 那我们最后 再请一下我们张华 啊 居士 阿弥陀佛 弟子在这儿 首先想特别感激 陈德法师细细的讲解啊 否则的话 真的就像以前那样 真的轻而易举就划过了 像德尊普贤 普贤十愿啊 以前也听老法师讲过 老法师在很多场合 都会都会讲到普贤十愿 弟子都是 就是出心大意的就听了 其实好像也是听懂了 但是你有特别仔细的 真正去反省自己 每一条是不是真正做到 所以 真的进度不是重要的 就像法师说的 每一句都听懂 都有收获 都学会如何在生活中运用 这个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所以 我觉得现在这样讲 真的很受益 而且我也很期盼 我们每次的录音 能够 能够分享这样 我们课后还可以再 重新分析 我想我这次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通过我们 以前的这些课程 开始去仔细的反省自己 因为以前学佛呢 学了几年 就是相对比较初心 虽然自己也是 因为文法师不厌其烦的讲 所以自己还是 意识到了自己很多毛病 改了不少毛病 也确实 自己生活 和周围的人 家人啊 同事相处 确实有很多改善 所以 就是一种得少而足的 这种感觉 所以就觉得 一直到去年年底一段时间 就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进步 但是 就是自从今年年初 我们开始 上课以后 就 无论是法师的讲解 还是 同修大德的分享 都觉得给自己是 激励 也是警测 所以就真的 真的去 每一条 就是普贤实验的每一条 都来勘验自己一下呢 真的发现自己 其实每一条都没有做及格 所以就 去在很多生活上的细节 去注意改进自己 有很多 很多故事 很多感触 我就 我就谈一点 要不然就太啰嗦了 就从 从李静诸佛 说起 我就觉得我其实 就是表面上 对大家也都很尊敬 对周围的家人 同事 但是 仔细想起来 其实 其实那是表面的 我 我很善于 发现别人的缺点 看别人的缺点 看得很清楚 所以 就是 内心深处 其实 对别人没有 足够的恭敬 而是 自己的这种傲慢的习气 内心深处 其实是自己傲慢的习气 所以就 就是自己努力要对峙 我有一个同事 我就举着一个例 我有一个同事 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也非常直率说话 非常直率 他很 他批评别人 也批评的时候不顾场合 不给人留情面 而且他也就是 很直率的沉住 他对很多时的看法 比如说这个Corona 他就觉得 政府是限制大家的自由 因为这个感冒 什么的 就您看我特别 发现别人的缺点 那时候 好在我一直跟他 没有太多的工作上的合作 但是从今年二月份开始 这个领导安排 把他分配到另外一个任务 然后他以前的任务 要由我来接手 那我就 必须要跟他学 他以前做的这一摊 这个工作 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好机会 真的从这个心里要 真的从内心深起公平心 以学生对老师那样去 好好向他学 向他请教 所以就真的觉得 自己很有收获 自己 他给我讲过一遍 然后我都要做笔记 然后我自己 也要去查各种资料 然后我在有 问他问题之前 我都自己有很多准备 我都自己查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还是不懂 然后我再去问他 或者有的时候我发现 他以前做的 工作里面有些错误 然后我也是 都把东西都 其实列的清清楚楚 然后我再跟他讲 把我自己 这个查到的东西 再跟他讲 所以我觉得就是 当你从内心深处 真的对人 是一种恭敬的态度的时候 那你这个表现 你就不自觉的 就自然而然就是一种 理性的表现 然后 就是很出乎我意外 就是他对我真的 也特别 耐心的讲解 那个对我 对我也是 特别爱护 也特别帮助我 有的时候需要 去向其他的部门的人 请教 他也 他认识人很多 所以他就 帮助我去联系 其他部门的同事 他也向我们领导去反映 对我非常非常赞扬 就是这些都是 特别出乎我意料 所以我 我真的觉得很受益 就是在工作岗位上 其实照样可以修补前行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力量 像我以前真的是 有很多烦恼 就是我看到我们 有很多同学 他们好像工作没有我这么忙 所以他们就有每天 拿出很多时间 能够念佛 可以诵经 那我就觉得我 除了工作之余 就没有这么多时间 就觉得很烦恼 觉得 这个工作真的对我是一个拖累 不能修 不能学佛 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意识到 真正其实 学懂了以后 工作也是学佛 生活也是学佛 关键在你会不会用心 会不会学 所以 今年我们开这个课 真的给我有一种 新年新气象的感觉 所以我特别感恩 学会 特别感恩法师 特别感恩 讽说大德 每次上课 对我都是 激励和警测 真正学到 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改自己的毛病 改自己的习气 其实我多里多嗦 说了太多了 感恩大家 感恩法师 谢谢 谢谢 张居士 我们听的也是 特别受用 也能体会到 博弦行 在工作上的运用 在工作上的运用 所以 老法师说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 待人 接物 而且心念真的很重要 一抱随着正抱转 我们假如是见他的过 那这个运就没有那么好了 可能双方都生烦恼 我们把博弦行用上了 你赞叹他 他也赞叹你 感应不可思议 能感是自己的心 所感是境界 我们刚刚也聊到了佛菩萨安排 你看佛菩萨给您安排了一位 这样的同事 你真的坚持对心念 对你这个工作上 甚至于对佛法上的领悟 都是一个那么好的真上员 好 那我们诸位同修 这个大家 听我们张居士在分享 我们可不能边听边觉得 哎呀他比较lucky 像我 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个不只听了不受益啊 还生比较啊 还生烦恼 刚刚我已经跟大家有提过一点 承得观察 佛菩萨的同体大悲在哪里 在每一个人身上 你说现在这个人这么惨 怎么会在他身上呢 他之前呢 一定有遇过很好的 不管是亲戚朋友 很用心的 劝他帮他 他没有接受 才会慢慢变成这样 所以看事情啊 不能看眼前这个现象 要看来龙去脉 要看一个立体的 你才能把因缘看清楚 看客观 不然很容易啊 那下判断 就变成了 见识烦恼 把因 从因推果推错了 从果推因推错了 最后自己还觉得就是这样 就变成自己的障碍了 你真正推 推论 觉得很相信的 跟有 道心的同参道友 以老法师的教诲啊 探讨探讨 不然你很相信这样啊 结果又是错误的看法 对自己的心态就会造成障碍了 那当然啊 我们 会接触那么多的人 是 面对境界要分得出来 好人坏人 要分得出来 但是不要落在心上 用心像镜子 照得清清楚楚 好坏都不知道了 他不妥的地方 你还赞叹他 或者不妥的地方 你还学他 那不行啊 清清楚楚 但是心 不落印象 要练 不要落印象 啊 平常呢 绝对不会去想人家的 不好 但是你真正在思考事情的时候 你是很清楚这个人的状况 不然你会用错人啊 你会安排错事的啊 这佛法跟释法 是一不是二 是绝米而已 哦 论语 你用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子相 去受持 论语 论语就是大臣佛法 好 佛一以持播 入社会大臣 会观察的痛哭流涕 佛还没说法 看懂的人 就感动的 痛哭流涕 所以真的 善观察 为什么 静修节要 一心观理 这个观字 为什么第二拜 一心观理 极乐教主 极乐教主怎么修的 我们要观察 极功雷德 第八就是观察 阿弥陀佛怎么修啊 少益之主 专求白法 惠力群生 自愿无倦 观察到了 不能只是观察 马上要效法 这样才是常随佛学 常随佛学要会观察 常随佛学要效法 刚刚张居士讲的 这个同事 他的哪些 人家把工作移交给他 他有哪一些优点 我们向他学习 五十三餐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都能看到每个人的优点 都向人家学习 就是孔子那一句 三人行 必有我施焉 这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而且他在交接的过程 也有发现 这一位同事可能有一些不足处 他又很真诚的去广修供养 他 那个同事拿到了 感觉你很为他想 他才能够在未来的工作 不犯同样这些问题 这就是广修供养 你看人家对方 还去领导那边赞叹你 然后你也赞叹他 你们都是普贤菩萨 会交感 你真的是普贤型 你可以把对方跟普贤型 相应的善根给掉出来 为什么一切众生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所以顺在雷哲 你看大顺 他到了一个都是互相 争吵争夺的地方 但 假如依我们佛门的标准 那顺王是普贤型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是老和尚讲的 他为什么能够 把整个村的人完全 风气转过来 因为他真的理尽诸佛 他看到大家 都争夺 他不是生气 他侧难哀之 他很慈悲 哀明 天地人三财 怎么去干这种 随顺习气的事情 怎么干这种损人损己的事情 侧难哀之 你们都可以成圣人的 然后去做他们的真上缘 见人家做错了 不去养他的饿 见人 人家有浪了 赶紧赞叹这些人 见有浪 浪者 于养而取法之 一年 一年的时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都互相离当 所以以顺之明者 岂不能以一言交众人哉 乃不以言教 而以身转之 此良功苦行也 了凡事训 跟顺王 神交了有没有 神交古人 他看懂 顺王在表演什么 顺王有那个威德 他一讲话人家会听 后世的人不一定有他的威德 所以好多佛菩萨古圣先贤 我们的祖师 他所说所做都是为我们 啊 黄念老 为什么往生前 往生极乐世界前 几个月要念十几万声呢 为我们呢 我们不能让他白教啊 我们不能让他白表演 而且我们 不只啊 要自己受用 还要用 把他们的慈悲智慧 让更多的人看懂 让更多的人受用 所以 禁修节要 要弘扬啊 下老的慈悲啊 能够普照世间 隔延别路要弘扬啊 隔延别路要弘扬啊 不然我们说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兴呀 不懂人情事理 什么时候讲话 搞得人家很痛苦 自己还不知道 这些人情事理 先后 之所先后 则尽道矣 你要劝别人 必须鲜美其常 先肯定 人家的付出优点 带其心喜 则善言义故 你先肯定他了 他觉得 你是为他好了 你在提醒他的时候 他就能接受了 你还没肯定人家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你坐下来 他一下子神经就绷紧了 你越讲他觉得 你是不是对我有看法 这都是人情事理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 那么多祖师啊 都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啊 留下了这么多法语啊 我们神说大地还有四大名山 你看菩萨都常住在我们的国度啊 我们这一生一定要成就啊 不只自己成就而已啊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啊 你真有这个心啊 佛菩萨会安排 因缘啊 让你去尽这份力 啊 陈德啊 回到台湾三周 第一天啊 第一个礼拜啊 在旅馆隔离 第二个礼拜在家隔离 第三个礼拜自主管理 虽然没有隔离 是自主管理 你可以出去走一走 但是不能到公共场合 啊 啊 密闭空间摘一下口罩不行啊 啊 也不能到外面吃东西 因为吃东西一定要摘口罩 啊 那我们 要想六度波罗蜜 不失慈戒啊 老法师说慈戒就是守法 啊 每个人都守法了 这个疫情就控制住了 所以 这个戴口罩也是佛法 为别人想 为大局想啊 不然 哎呀 这个呼吸都困难 拔掉吧 那你就 不是佛法了 用对心的就是佛法了 啊 啊 结果第二桌了 啊 要结束隔离了 我昨天就去做PCR 啊 结果一上车 啊 一坐下来 我就给那个司机阿弥陀佛 啊 那个司机说 哎 我也是念阿弥陀佛了 啊 结果我就这样一路跟他讲 他还没有念过无料寿经 我就把无料寿经介绍给他 他说 哎 我念金刚经啊 我说念金刚经是对的 净土 这个波落为岛 我就把欧耶大师的净色名 介绍给他了 这四点修行的重点啊 波落为岛 五度如芒啊 你不能盲修瞎练啊 要修清静心啊 不能着相啊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还要致敬其意啊 所以要用波落不能着相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这个都是波落 诸法实相在提醒我们 常行相应无边诸行啊 我们遇到境界啊 我们的念头啊 要跟波落智慧相应了 你见到一切境远 照见五蕴皆空 那这个境界跟你的波落智慧就相应了 静智相应了 静智一辱了 所以这一句证啊 常行相应无边诸行证啊 随时随地啊 佛法是心法嘛 那 人家念金刚经你可不能 不要念金刚经啦 金刚经不对啦 人家一听很难过 然后跟他讲 波落为岛 接着要净土为归 还持戒为本 孝卿尊师是戒的大根大本 父母离成垢 指道方成就 好好护持父母 当然我讲的过程啊 他都有回应我的 他听了很高兴啊 最后 关心为要念头 是根本 这把我接回家了 还讲了好一会儿 都还没下车 对啊 缘分到了 你不多讲一点对不起人啊 可语言而不语之言 诗人啊 这论语里面教的 不可语言而语之言 诗言 你讲错了 人家还不够信任 你啪你一讲 他不高兴了 他觉得你对他有看法 这就失言了 后来讲完 我要拿车费给他 不行不行 不用了不用了 我省了几百块钱 所以不能只想自己要去极乐世界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无量受尽这句话就是我们人生的剧本啊 我一看他的面相啊 没什么读书的 学历我看来可能是很低的 但是不能作相啊 一听到人家只是初中毕业 不能对人家有成见啊 可是他的耳垂好大 比我大多了 脸很圆啊 所以这个不能 这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 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众生 都在欲缘不同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建国居民教学为先 因为佛法无人说 虽智莫能解 我们要出来宣讲啊 我们要出来做法供养 大家别着相 不是说宣讲就一定要在台上 任何亲戚朋友跟你一碰面 都是个机缘 哪怕你微信发个stick 那也可以说法 你挑一个他一看就生欢喜心的菩萨 传过去了 哎呦你那个好 好庄严哦 都在给他 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 我们 常行相应无边善根 我们所做都跟无量寿经相应了 你每一句话 你每一个行为 都在成熟菩萨无边善根 你的身教 你的严教 都是他的真上源 那我们就转无量寿经了 为自己的生活工作 主师带人 接父人 所以我们这个愿心不退 连出门 坐车都有佛菩萨安排 我们给阿弥陀佛做小工 配合阿弥陀佛 度众生 接引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今天 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